透过中西合并的创业料理 让学员也能够轻松上菜 法国料理十分重视食材的取用 次等材料做不出好菜 是法国料理的治理名言 琪琪老师以法国料理方式 搭配台湾饮食特色 制作三道料理 今天这一堂课呢 它是有三道菜 那第一道呢就是和牛汉堡排 那因为有人不吃牛 所以我们就用选择了花枝浆 下去做它那个汉堡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它是放养的鸡 跟那个精华火腿一起下去包煮 所以它是有点像煲汤 香港式煲汤的方式 下去慢慢的炖煮的 那第三道的话就是 现在的人很讲求健康养生 那黑木耳其实在很多的生机饮食店里面 已经非常盛行了 它都已经做好一罐一罐的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们明明可以自己在家做 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大把银子 去外面买 而且扛的很重 那很简单 你只要用一个压力锅 就可以做出那样的胶质来 因为黑木耳本身 它是不容易煮出胶质的 所以我们才会用压力锅来去煮这一道料理 那只要三十分钟焖一下加入它 就是一个很健康很养生的黑木耳露了 会比较以西式的料理为主 之后的六七八月会是以西式的料理为主 会跟今天的比较不一样 因为今天基本上是有比较偏中式一点 就是黑木耳露还有鸡汤它是比较偏中式的 像西方人他不太喝热汤 除了洋葱汤以外 那所以今天我的料理不会比较 不会说我局限于说是中式或者是西式或者是日式 我会希望用法式的料理说法 带入我们生活上可以用的方式 在福华饭店的琪琪主厨 以中西合并的创意料理 设计简单厨艺课程 让学员轻松上菜 十方新闻黄慧如郭艺文高雄采访报道 就会来到我 比较多的地区 超级的地区 也就是很高的地区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地区